零基础学电脑,不分年龄,无关学历 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电脑基本应用教程第七课 电脑上QQ的使用 这节课我们会讲到 QQ在电脑上的登录、聊天、发送文件 手机上的图片怎么样传到电脑上 电脑上的图片怎么传到手机上 QQ的退出 我们在电脑上找到我们的QQ图标 指着它主标左键双击把它打开 现在已经打开了 这个是我们的头像 上面这里是输我们的QQ号 这里是密码 输我们的密码就可以 那这里有个自动登录 自动登录的话就是 如果你勾了自动登录 下一次每次电脑一打开 它就会自动登录我们的QQ 记住密码 记住密码的话有利于我们下一次登录的时候就不用输入密码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点登录 好QQ就已经登 这个界面是我们QQ已经登录好了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找到我们的好友 比如我们要跟谁聊天 我们就去找到谁 找到你的好友 然后双击把它打开 把你的好友调出来 跟我们聊天 好 这就是我们跟我们与好友的聊天的界面 这个界面跟微信是差不多一样的 是不是 它下面的话这里它是可以输文字的 好 输完了跟他讲话来的话 在这里输我们的文字 然后点发送 这样的话就是跟他聊天了 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之后 我们有的时候说 我们要传一些文件给他是吧 那这个界面的话 他跟传送文件 跟微信是一样的 这是通过聊天界面来传送文件 那我们比如已经做好了的一个文件 放在桌面上了 我现在要传给他 直接跟微信的传送方法是一样的 从桌面上拖到我们的聊天界面上 放手 然后点发送 这边的话他会 他就自己走了 如果他不走的话 我们就转离线 他就会再动了 那现在的话 他是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 指着他 数别右键点复制 来到我们的聊天记录这里 数别右键点粘贴 那再点发送 他也是可以发送的 好 那我们如果是传图片的话 也是从这里 找到你的图片 他跟微信上是一样的 找到图片 拖动你的图片 来到这里 点发送 他图片就已经传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手机上的图片 怎么样传到电脑上 我们手机上 灯扣扣和电脑上 灯扣扣扣 他们是同步的 他是跟微信是一样的 微信也是同步的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 来这样 从手机上的图片 传到电脑上 那我们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就举例子 QQ的 我们在手机上 找到一张图片 发送到我们的QQ上 我们在手机上 找到一张图片 发送给我们这个好友 那他就会同步的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界面上 同步的有一张图片 他们是同步的 那这样的话 你电脑上就有这张图片了 是不是 你看得见这张图片了 所以 那你看得见这张图片了之后 你就指着这张图片 属别右键 点应重围 横过去 保存到本地 出现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桌面上 让我们知道它是什么的 然后 点保存 刚才我点保存是保存在桌面上 那这边你看 我们的桌面上就有一张图片 跟这个图片是一样的 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在手机上的图片 就已经传到了我们的电脑上 这就是我们手机 传到我们电脑上的一个 通过QQ的一个办法 微信上的传送方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电脑上的图片 想传到QQ上 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办法的 拖到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这里 点发送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手机上同步的 会收到这样图片 在手机上点保存就可以了 那我们电脑上传到我们的手机上 手机上传到电脑上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去实现 好 那我们比如我们现在是使用完了 我们要关掉我们的QQ 就是退出QQ 我们在电脑的右下角这里 会有一个QQ的图标 是不是 然后指着它 鼠标右键点退出 也就退出了 那还有一个办法是 把它双击把它打开 这里有个叉叉对不对 我们把它点关闭 这样的话 它也是退出QQ 本课小节 本课的内容 我们主要讲了 电脑上QQ的使用 我们主要讲到了 QQ的登录 聊天 手机上的图片传到电脑上 电脑上的图片传到手机上 还有文件的发送 还有QQ的退出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